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与工业4.0导论这门课 我们今天讲的是单元3 工业4.0与感测器的第五个小单元 I2C通讯界面 I2C这个名词是由Inter-IC来的 我们如果把IC把它写出来的话 就是Inter-Integrated Circuit 所以取前面三个字母 我们就形成这个I2C这个名词 也有人把它写成I2C I2C是一个串列通讯 就是由一条线来发送所有的资料 是由菲利普半导体公司所发展出来的 那现在菲利普半导体公司已经改叫NXP半导体公司 那I2C的接线蛮简单的 它只有两条讯号线 一条讯号线叫SDA 是负责传递资料 那另外一条讯号线 SCL是负责传递时迈信号 也就是所谓的Clock 那它可以进行双向的信号的传输 那它跟刚刚UART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因为它有传递时迈讯号 在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 所以它是一个同步的通讯 Synchronous的通讯 那跟UART非同步的通讯是不一样 那I2C的传输速度可以分成以下几种 那在标准的模式下 Standard Mode的情况下的话 它的传输的速度是100kbps 那所谓kbps代表是100k k是代表1000的意思 那b是代表bit 那ps代表per second 所以也就是说 每秒钟它可以传递100kbit这样的资料 那下一种模式叫fast mode 它可以传递资料的速度到400kbps 那剩下三种资料模式传递的速度又更快 fast mode plus的话 它传递资料的速度是1000kbps 相当于1mbps 那high speed mode的话 传递的速度是3400kbps 相当于3.4mbps 那最后一个模式 ultrofast mode的话 传递速度是5000kbps 相当于5mbps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i2c的接线的方式 那首先我们会有个master端 那我们会有个slave端 那master就是负责送资料出去 以及发送这个时脈讯号 clock的讯号 所以资料线的话 透过这个sda这条线来传递 sda就是serial data的意思 那时脈的讯号 我们就透过scl这条线 就是serial clock来传递 那i2c支援一个或多个master 也支援一个或多个slave 所以我们可以一个master 对多个slave 来互相传递资料 那当master要传递给某一个slave的话 那所采用的方式是用位置的方式来传递 所以每一个slave会有个独特的位置 那master就可以根据这个位置 透过data线来将资料要传递到 他想要传递的slave上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这个波形 那在传递资料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用两条线 sda serial data和serial clock在传递 那serial clock和serial data 在idle的状况下都是在高电位的状况 当serial data的线拉到低电位来的时候 就表示要开始传递资料 那这时候serial clock就会送出八个pause出去 那serial data也会送八个资料的bit出去 那当资料都送完以后 serial clock还会再从master端 再送一个pause 那这时候master端会把这个serial data的控制权交给 这个重属端也就是slave端 那如果接收一切正常的话 slave端就会把这个serial data这个电位拉到低电位 表示一切正常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再送下一组资料 那我们如果不送下一组资料的话 serial clock和serial data 它就会再回到高电位的idol状况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i2C送一组讯号的情况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个使用i2C传输信号的三轴加速规 那这个三轴加速规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aerlog device的adxl345 当作了它的感测器晶片 那它可以感受三个互相垂直轴的加速度 它感测的范围可以到正负16g 那从它的规格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是采用一个i2C的一个界面 那这个i2C的界面在感测器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是黄色框框所框住的 左侧的两根pin来控制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把资料截取出来的话 我们就要连接到这两根pin serial clock和serial data 让这个感测器做一个master端 把资料送到我们的周边来 好 以上为各位同学介绍了 i2C的界面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那在下一个小单元的话 我们会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部分 SPI的通讯界面 那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给各位同学的 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